那很多花手可能会说冬天要不要换花盆啊 其实呢你要看你的一个作战计划 我们养花的一个计划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就换花盆了 为什么要换花盆呢 一个是它的根系都已经长茂了 看到没都已经长满了 你不换花盆啊它也会浆苗 现在这个季节呢是它折服的一个状态 我们只需要给它提供一个什么呢 温暖的巢穴 就比方说北极熊或者青蛙乌龟这些的冬眠 对不对 我们要干嘛 给它提供一个稍大的房子 这个房子呢一定要南北通透 也就是一定要排水透气 像绣球呢它是洗羊的 但是呢它害怕强光的暴晒 还有呢就是土里面呢我们也加了肥料 这个呢叫底肥 我们加的并不多 就比方说吧 这个北极熊冬眠了 我给它准备了个巢穴 巢穴里面最好是还有点吃的 对吧 万一饿了呢 它还会吃一点 但是不能太多 太多的话有可能给它吃蹭了 它出不来了 冬眠就醒不过来了 蹭嘎了 这个呢我们就找了个透气的花粉 底下垫一些土边上塞一些 我们没有过分的换很大的 循序渐进的来会比较好一些 如果说你这个时期换过分大的 一个天气冷 天气冷了的话呢 它排水透气性 就是它的蒸腾作用会比较小 会导致什么呢 积水烂根 因为它现在接下 到基本上从现在到明年 它都不怎么长 除非等明年开出的时候 化洞的时候 我们这边 我们这边得化洞的时候 得到差不多二三月份的 得差不多得长四五个月 将近小半年的时间 它才能去开花 所以说化洞你也要盖它 你看你们那里的温度啊 气候啊方方面面 绣球虽然说 长得很快 虽然说方方面面 但是你得回味回味 我刚才说的那些话 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这是这个冬天 绣球的一个小知识点 另外呢 前面的时候给大家说了一下 我们摘叶子 你们也可以去温习一下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啊 老花一会每天给大家分享 很多有用的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仁义 别在这儿吧 嗨 嘿嘿